接著進入另外一個重點 折射跟透鏡成像 這裡就比之前的更愛考了 出的問題就更多了 光從一個戒指進到另外一個戒指 因為波速會改變 所以它的行徑方向就會產生偏折 會改變 這個改變的前徑方向叫做折射 那注意一 注意一 我們的波速改變了 可是頻率不會變 紅光在空氣中是紅光 射到水裡面還是紅光 所以頻率是不變的 這叫注意一 然後呢 注意二 就是我上課有跟你解釋過 為什麼波速會改變 方向就會改變 不用個最小時間 因為你跟你解釋過了 請你可以回去複習 注意三 就是最後那句 只要是折射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只要折射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所以第一件事情熟悉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一樣有兩點 第一點叫做入射線折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平面 入射線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這個題目是會可能有人考的 反射要考不容易 折射要考很容易 有人就畫這樣的折射 這樣是錯的 因為他在同一側 他要在兩側 他要兩側 他就畫圖哪個折射對 畫個這樣的圖是錯的 OK 那麼就是第一個 入射線折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折射線在法線兩側 重點是折射定律 第二點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在高中他會變成一個數字 會叫做折射率 會有做一些跟數計算有關係的事 我們沒有 我們只要知道大小就好了 角度大代表光速比較快 所以等一下要你複習光速的快慢 你才會知道誰的角度大誰的角度小 好叫做我們的第二點重點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那同意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折射線 什麼叫法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折射角 入射線跟反射定律一樣 什麼是入射線 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這叫做入射線 那比照辦理那什麼叫折射線 入射線是入射光前進方向 那折射線呢 就是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折射光前進方向 折射光前進方向 折射線 那法線跟以前一樣 法就代表垂直 所以法線一樣 垂直接觸面的障礙面的線 垂直交界面的線 要說所謂的法線 交界面的線 好 了解入射線 折射線 折射線 法線 再來了解入射角跟折射角 其實跟當初的反射定律的差不多 入射角就是 入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那同理什麼叫折射角 折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折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叫做所謂折射角 所以一樣 第一個先了解 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做折射線 什麼叫法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折射角 把名詞的意思先弄明白 然後要記住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它光速會比較快 OK 那麼 我們剛才講的是角度大小 有人寫的是這種偏向法線或偏離法線 如果我從那個慢戒指進到快戒指 折射角要變大 另外一種出來叫做會偏離法線 偏離法線 反過來 如果從快戒指進到慢戒指 折射角要變小 換法叫做所謂的偏向法線 所以考試的時候 有人用這樣子寫或這樣子問 是偏向法線還是偏離法線 是這個意思 OK 跟剛才的角度大小一直相同 另外 請注意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 這個題目相關的這個概念 在以前的考試就考過了 相關的概念在以前的考過了 如果是垂直障礙面的時候就交接面的時候就沒有折射 我當初也用最短時間原理跟你解釋過為什麼垂直的時候不會有折射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現象發生 OK 那剛剛今天講過了 角度大小當代表的是光速的快慢 所以你就要背下以前教過的一件事情 光速的快慢怎麼 還記得嗎 真空水玻璃空氣 還記得誰快誰慢嗎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這是要背好 這是要背好 因為要配合剛才學的折射定律 要配合剛才學的折射定律 角度大的代表光速快 光速快的角度會大 要配合它 所以把這個背起來配好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把它背起來背好 OK 那有哪些東西用到折射的現象狀況呢 跟折射有關呢 還是剩的喔 就是那個在沙漠看到前面有綠洲 在天上 那個綠洲其實真的存在 可是光折射聽你眼睛 你那個光走直線 所以你以為你在前面 他不知道在哪裡 你往前走是看不到他的 幻象 幻覺 也不能說幻覺啦 那其實真的有這個玩意兒 只是不在你看到的地方 那裡 星光閃爍 星光一點點 空氣在搖動 所以他一直在偏折 偏折到旁邊 抗天他 回來你看得見誰 星光會閃爍 快早上折斷 快早上折斷 這個我們上課用過動畫 給你解釋 他為什麼看起來像折斷的樣子 然後配合這個重畫 我還告訴過你另外一個重語叫做 看起來會變淺 你看那幅上面 本來是在底下的實線 今天在實線的地方 本來在底下的 看到的虛線在上面 所以他變淺 所以從水上面往水裡看 水深會變淺 人會變淺 我們可以解釋過了 然後另外一個熱天的時候 很遠的 看到遠方的地上 好像有灘水一樣 通常晃來晃去 看好像有灘水一樣 這也是因為折射的現象 這些都是折射產生的 那麼以上就跟各位簡單的介紹折射 當然最重要就是折射定律的第二點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光速比較快 當然你必須要了解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折射角 另外就是你背好 光速的快慢是真空 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OK